诗篇第十五篇 耶和华 谁能在你的帐幕里寄居 谁能在你的圣山上居住呢 就是行为完全 做事公义 心里说诚实话的人 他不以舌头诋毁人 不恶待朋友 也不诽谤他的邻居 他眼中藐视卑鄙的人 却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 他起了事 纵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 他不拿自己的银子放债取利 也不收受贿赂 陷害无辜 行这些事的人 必永不动摇